後來我爸媽就是離婚 那我在小時候是跟我媽媽住 那後青春期才開始跟爸爸住 所以其實一個青春期的女生 跟爸爸住 那兩個平常都是分開的狀況之下 其實生活上也會有蠻多衝突 那我記得有一次我流感發高燒 那因為發高燒都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去自己看了醫生 拿了藥之後 我在客廳吃完藥 然後藥會有那個藥水罐跟藥粉包 那吃完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就回房間去睡覺 醒來之後我就看到我手機 有就是APP的訊息 那我爸爸留的 他說這是我家 請你把你的垃圾收好 這是我家 對 這個這樣的一個區別 對 Gaby一樣是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長大 從小你覺得奶奶就是非常差別待遇 對 我奶奶退 所以我們家是就是世代務農 然後我奶奶退休之後 人家想說還是要維持社交 所以她有在就是 在地方上就是租一個豬肉攤 然後就是跟林裡之間 就是繼續賣豬肉 然後社交這樣子 然後聽我媽媽講說 因為我第一胎 我是長女嘛 第一胎女生 然後在我弟弟出生之前 只要我媽媽要去豬肉攤拿豬肉 奶奶還是會跟他算錢 就是即使知道是自己的孫女要吃的 他還是會計較這些錢這樣 然後每年過年的時候 我的我弟弟 我堂哥 我表哥 比如說他們拿三千六的紅包 我就是拿一千六 而且會當場就是數給大家看 就是因為他想要讓我的哥哥們 弟弟們知道 對 他們是比較優越的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還滿 具體的一個 讓我覺得自己有點被變低的 對 不過妳要開心 他沒有給妳的是假鈔 玩具鈔 妳有包兩百塊 妳不錯了 然後後來 因為從小就是 大概也習慣這樣子的節奏 那因為後來我奶奶 年長之後就失智 那我還是偶爾會回去看他 那有一次我就跟朋友回去看他 我就清楚的聽到 他看著我就跟我說 我覺得我很心疼 就我爸爸的名字 我很心疼 拳拳拳 我說為什麼 你就隨便答話 他說他第一胎生的是女兒 我想 我就是那個女兒 可是那時候我聽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心裡 沒有什麼感覺了 因為你就大概知道 這個家族他整體 就是重男輕女的教育的觀念 是這樣子 那我當時也沒有受傷 就只是覺得聽進去了 就這樣子 因為妳聽太多了 傷已經太多了 妳爸爸也很會挑妳的毛病 對 因為後來我爸媽就是離婚 那我在小時候是跟我媽媽住 那後青春期才開始跟爸爸住 所以其實一個青春期的女生 跟爸爸住 那兩個平常都是分開的狀況之下 其實會有蠻多的摩擦 那再加上因為我的個性比較積極 也比較開朗 那蠻會說話的 那我弟弟是很聰明 他也是台大研究所畢業 那他相對是比較乖 比較安靜的 就是個性不同 那我爸爸就很常會念說 你們兩個就應該要交換個性 你身為女生 你不應該這麼愛講話 積極 對 你應該要像你弟弟一樣安靜 你就是應該賢淑 關在家就好了 那種 對 就是有一個框架 很明顯的就是有一個框架在 然後會用這個框架 來教育我 對 然後後來生活上也會有蠻多衝突 那我記得有一次我流感發高燒 那因為發高燒都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去自己看了醫生 拿了藥之後 我在客廳吃完藥 然後藥會有那個藥水罐跟藥粉包 那吃完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就回房間去睡覺 醒來之後呢 我就看到我手機有就是APP的訊息 那我爸爸流的 他說 這是我家 請你把你的垃圾收好 這是我家 對 這個這樣的一個區別 對 所以後來其實 好幾次的吵架 他都會說這是我家 請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很傷 因為我爸爸是老師 所以其實他很 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那因為我的時候 我是因為爸爸的關係 所以我可以進到 就是很知名的私立學校 要去就讀 那你知道就是這種知名的私立學校 其實同學的家境都非常的好 那他們其實自己也就很時髦 或是很自信 那剛從鄉下去都市唸書的小朋友 其實我也想要像他們一樣 就是開始打扮自己 或是接觸很多流星資訊什麼的 那有一次我就戴了一個彩色的靶籤 然後被我爸爸看到之後 他就非常嚴厲說 你不要這麼三八 把他拿下來 你不要在學校丟我的臉 彩色髮圈丟他的臉 那個年代都還是就是有規定 可能要用黑色髮圈 所以他應該要用橡皮筋 對 他覺得我很小傷 那其實我那時候心裡很難過的是 一個青春期的女生在面對其他同載 是這麼光鮮亮麗 那自己就是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環境的時候 已經很受傷了 但是還要就是爸爸還回去跟家人講 那家人還會就是有點嫌棄你 攻擊你 其實那種難過你不知道 後來就不知道要跟誰講 因為通常爸爸應該會覺得 漂亮的女兒很驕傲 我也這麼認為 我老公才大的女兒 真的是情勢的情緣 沒有在掛 對 然後有一次 主要是他爸爸的工作 他爸是老師 就稍微傳統 然後我有一次跟爸爸 就是參加爸爸朋友的兒子的婚禮 那那個時候其實有點 女大十八變 那爸爸的朋友也很久沒看到我了 那天我有打扮得漂漂亮去 果然到現場就是被很多的長輩稱讚 哇 你怎麼變這麼漂亮 那我也就很開心 就是謝謝 就是謝謝叔叔 謝謝阿姨這樣子 那其實當下我就覺得有點驕傲 就是爸爸帶我出去 他一定會覺得很有面子 對 然後呢 結果離開婚禮的會場 然後車門櫻關上 我會飆罵 他說 你剛剛那個態度 你為什麼這麼囂張 你知道別人稱讚你 都是因為我嗎 他們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所以才會稱讚你 你這樣子一點都不像個好女生 這麼嚴厲 對 所以從那一次開始 其實我就有一點 對別人的稱讚 會覺得不是很舒適 對 我不知道該如何去應對 其他人的稱讚 你沒有辦法好好地接受 這些肯定句跟讚美 沒錯 比如說像以前在學校 可能因為比較活動 所以會參加一些演講比賽 背誦比賽 得到第一名這件事情 他並不會覺得開心 老師應該喜歡第一名 對不對 可能不喜歡你打扮 第一名沒有話講了吧 可能家政比賽第一名 他會很開心 因為是一個賢慧的展現 但是 妳父母親的感情怎麼樣 不好 就離婚 對 所以 他其實很希望 就是我爸爸也很希望 我媽媽是專心照顧小孩 但我媽媽有自己的事業 要追求 他不曉得女性的這個 他心中的那個典範 他不曉得這個女兒 布上妻子的後塵 所以就是在他的掌控下 希望能夠改變他 影響他 甚至改造他 OK 所以也是婚姻的創傷 我覺得多多少少可能在 因為我其實跟我媽長得蠻像的 然後我媽媽也是就是 光線亮亮的公關行業的感覺 對啦 她爸爸不要 妳結婚沒有孩子 妳爸爸也有意見 那我爸爸會用負面的語言 表達他的關心 所以剛剛景仙講的 我都可以理解 就是他會說 妳都已經這把年紀了 那妳如果再不生 妳的公婆會嫌棄妳 對 妳還生得出來嗎 她的關心變成負面成熟 反而讓我壓力更大 就是從 不論是工作上的成就 像我之前曾經有 就是在阿里巴巴的子公司工作 那那時候 因為剛出社會工作很認真 那曾經在工作上的表現 就是讓同期的業績是增長四倍 那時候公司就非常的開心 找我去就是接受媒體的採訪 當作發言人 那那是我第一次 就是被採訪上電視 所以其實我非常的開心 那回去跟我爸爸分享 那我爸聽了之後 也只是臉色一層的說 你知道為什麼 你會被採訪嗎 因為你背後的公司 是阿里巴巴 這跟你本人無關 你不要太囂張 你確定你爸爸是老師嗎 他爸爸好像很幫他 有一絲的開心 對 他表現好像他漂亮 做任何事情 他爸爸就好像要打壓他 對 就是打壓 太莫名 這個是灰姑娘裡面的祭母 沒有 他就是 他就是因為有一個太太這樣子 他不希望他女兒是這樣子 他是愛他的 可是他很怕 他步上他媽媽的後生 他怕你太有能力 然後可能會有跟他一樣的 婚姻的後果是這樣嗎 對啊 你這點要選咪咪 Paul怎麼說 他都一定聽得進去 左進右出 學習中 我們女兒也是會成長的 會長大之後會看得出來 他語言後面其實是關心 只是他們那一輩的框架 都是這樣 我跟你講那一輩 尤其變成長輩以後 很多的時候他明明是正面的 可是他要故意用負面來講 對 好像講不出正面的話 我跟你講我以前差不多 我今年都七十幾 我大概四十多歲的時候 我做輔導工作的時候 我就去觀察 做田園調查去觀察 下鄉去 那你知道那種村婦 他看到下雨 他先生帶斗笠 要出去損醉 要去看稻田 他明明是擔心說 下雨你要穿雨衣 或者穿那個什麼 中衰 是不是有長衰 才不會去淋稻 那如果在台北 在都市或者在國外 他一定說 親愛的你要穿雨衣 才不會淋溼 可能就這樣子 要不然就說 不要忘記要穿雨衣 鄉下絕對不是 他先生從這邊走 他一定往這邊看 如果不怕去厄室 知道不要穿藏水 滴過蕾 如果你不怕被淋死 你就最好不要穿雨衣 就這樣子 這明明是正面 可以說你要穿藏水 要牽液山 滴過蕾 他不講 如果不怕去厄室 你這裡不要穿好 那兒子也是 兒子回去起步車看他 他明明要說 叫他小心 對啦 快點 不怕你撞死 這麼快點 對啊 好像聽過 這好像是世代傳承 因為他們以前那一輩 這樣跟他們講話 你媽會講的話 就這樣 他上面跟他這樣子講 他用這筒再繼續講 所以你們這一代 就把他扭轉過來 就對了 是 真的 我們這代滿不錯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我們自己內心有個翻譯機 不要走心 知道他其實在關心 但是要改變他們很困難 你就一步一步逼他 就就教他 他說你為什麼不打電話來 因為我打電話 確定從來沒有一句好話 什麼叫做沒有一句好話 不然呢 像怎樣怎樣怎樣這樣 把他塞滿他 他就堵住他 讓他思考 所以就一步步變成我們來教爸媽 對 設立界線 一步步讓他真的了解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秘密法和商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